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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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块他才会选择 这就是有一个前面上次没讲的一个 我帮了一个连续选择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今天说一下对象选择 对象选择的话 然后看一下这里 然后这里有一个同样有加减 香蕉 这个模式 然后这里面他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矩形一个是套索 他其实跟那个主体选择 跟这个选择主体 其实很像很像 然后演示一下 同样是这张照片 我如果是选择主体的话 他计算机就会开始自己智能判断 然后他就会把这个整体勾勒出来 然后这就是那个主体选择 他不需要你一开始圈递一个什么范围 直接点选他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面呢 对象选择的话 你比如说 同样是他我要框一个范围 然后他就会在你框选的范围里面 他去找这个 他来判断你需要选择的这个主体 而选择主体呢 他是你给他一张照片 他来判断这个照片最显眼的 最突出的主体 这个是会串递一个范围 他们之间就是一个没有串递范围 一个是整体来判断 一个是用从这个局部 你串递的范围来判断 然后我们今天就这个照片 来一起做一个练习 比如说就这个照片 我想把它的背景 这个一下 我想把这个背景 然后 这是一个这样 我想把这个背景调的 调的 调的亮一点 比如说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如果大家有这个图片了 下载来可以跟我一起操作 这个基本上是选择了一个大概 是选择了一个大概 然后有一些细节的地方 我们要自己 然后 就细节的地方 我们 选择这个简的模式 然后把它圈显一下 像这些没有勾上了 我们把它勾上 这个地方也是要把它用简选的模式 因为方便的话是用这个套索 多边形套索也可以 多边形套索就是这个套索 这个 我把它的方便会自由滑动一点 因为这个 我放大很大 所以我就沿着它的边边来走一走 因为我把它放到很大 很精细的程度 所以我就沿着这个边 当然也可以用那个 同样是它 我们就有点这个 我们也可以试验一下这个多边形套索 选择这个 加选择这个模式 把它的鞋底 把它的鞋底给加进来 就是加到这个 加到这个 我们要选区的这个范围里面 现在有 你比如说像这个 阿多边边 它其实也会有一点点 没有 没有框线进来 因为它毕竟是计算机 一个 一个智能的判断 像这个阿多边跟 它的周边 可能那个 图案纹理和颜色相差的 不是很 相差的不是很 很大 所以它没有把它 完全的精确的 框线下来 我们自己是可以在 这个主体的基础之上 把它给 进行小 进行 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修改 把它 精确一些 现在我选择的是一个 一个主体 我要把背景调按一点 那么我就 Ctrl 或者是 或者是在这个选择里面 来点这个 呃 点这个 反向 点这个 反选 反选 然后就是一样的 然后我就是 Ctrl 加 Ctrl加 再勾 就把这个地方给抠出来 那这个时候 我们选择这个图层 我们在这里面 我想要把它调 调亮一点 调亮一点的话 我选择这个亮度和对比度 我们选 把它单独拎出来这个图层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抠出来那个图层 那我就是在这里面 点这个 这是调成 这是一个创建性的填充 或者调整图层 它其实相当于也是一个蒙版 我们在这里点击一下 啊这里面 对 然后它就会出来这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图 啊就是 这里它会 会针对它有一个 不好意思 我们在这里面把亮度 我们在这里面把亮度 我对比度 我 就是像右拉 加的话就是 把亮度调大 对比度也会跟它调大 啊这里好像跟我预设有点不一样 不好意思 我再重新弄一下 点击这里面的 点击这里面也是一样的 亮度对比度图层 啊 好像跟我 哎呀不好意思 好像跟我摄像的有点不一样 我们双击这个双击这里面呢 然后是向右就是把它调亮啊 可以明显看到它是有是有啊 往往往往往往往右边是把它弄亮的 但是它这个是整体调整 哦 那我们是不要按住 啊对我点一下这个 按住Auto键点一下它 就它就只会针对这个 这个图层 它有一个转折的箭头 就相当于是一个 剪贴 都会针对这个图层来操作 而不是整体了 就相当于我们的衣服和这个人物 他不会跟着调整 啊但是我 我下次再再讲另外一种方法 今天这是一个 今天这个方法是有一点笨的 然后大家看我无论调整 我调整的其实 都是这个背景 都是背景的那个 抠出来的那个图层 就是亮度啊和对比度 就是这个就是针对它来 而不是针对整体 就是这个衣服的这个 如果我们要调整衣服的话 我先先 我先用磨棒 先用磨棒 然后我们把这个范围给选出来 我先用磨棒 先用磨棒 好 不好意思 啊 啊 啊 跟我前面想的方法有点不一样 跟我前面想的方法有点不一样 啊 我们先用这个方法 我们先用这个方法吧 先把它扩转吧 其实不需要扩转 但是 是不是 我剪去的时候 应该是不需要扩转的 有可能是我哪里没弄好啊 啊 不好意思 啊 这个其实又有一点 啊 不行 谢谢 我们现在在历史记录里面 先把这个选区调出来 不好意思 这里有点失误 我们先把这个选区给称除 称除选区吧 然后就是我现在已经抠出来这个人物啊 抠出来这个人物主体 然后我就先给他有一个 称出一个名字就命名为Z吧 然后确定我就称出了这个选区 然后同时我就看着叫Go 同时我还是同样这个照片 我再入这个选区 就把这个选区调出来 就是相当于我前面有宽过了一个选区范围 但是这个选区我后面需要用上它 我可以事先把它存起来 这个本来应该是后面在讲的 但是现在我前面有一个地方 没弄好不好意思 我们先讲这个 然后下次那个方法我们再讲那位 这个我们就 再把它调出来之后 我们再同样还是 contrature shift 加一把 把它翻选 翻选之后还是把它Go 那就是有一个人物有一个Go 这个人物的话 针对它 针对这个相当于现在有一个背 把这个关闭吧 现在有一个背景有一个人物 那我们现在是把这个 先把这个有一个调整图层 在这里点 或者是在这里面点 有一个亮度了 都是OK的 不好意思啊 没有准备好 或者是点这里了也是可以的 就是我刚才在这里面 我是刚才在属性这里面 把这个 它本来是进用的 按一下就是进用 它就会成为一个调整图层 它会针对它以下所有的图层 来使用这个调量 调对比 那比如说我下面还有一张那个底图 不是吗 如果本来我只是想要调背景 但是因为我的底图 这个底图有一个整张 在下面 然后它就会整个都调 但是我只想作用在这个背景 只想单独作用在这个图层里面 我只想作用这个图层 我不想要作用这个图层 因为这个图层里面 这个人穿了衣服 我不想要动这个衣服 那么我就在这里面 属性面板 或者是按住扣 奥特键 就是一个紧接盟板 或者是在属性这里面 就是它其实属性 调整裤 它都其实都是在一起的 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这个把它点一下 它就会指 它其实这个鼠标上面也有那个 单击可影响下面的图层 直调整 简介到此图层 就是它紧挨着它下面的这个图层 就是说我 它发挥的作用只针对它 紧挨着它下面的那个图层 而不是下面所有的图层 如果把这个去掉的话 它就是下面所有的图层 它就会产生对它产生这个亮度对比作用 我现在只想要对这个背景 就是后面的这个三体产生作用 所以我就把它弄出来调用出来 在图层里面 再只有人物的那层操作吗 哦是 师兄 您请上麦 老师好 那个就是调这个亮度对比度这个 就是 它是在这个图层 就是您这操作的图层三 嗯就是选中这个图层以后再再调出这个属性面板调这个亮度吗 哪个地方说就是对比如说其实其实也可以就是你就看在这里面弄的话也也不要紧了你看我这里面我还是它啊然后 你看我这里也掉出来一个对不对 你看我这里也掉出来一个对不对 但其实是可以往上挪的 嗯是哦它这个 嗯对是可以挪的 嗯对是可以挪的 本来因为我只想对它产生作用那么一般的 所以我就从他 从他点击他就会在他上面他默认的就是你点击哪个图层他就会在那个图层产生我刚才是点了这个所以在这里产生了一个 但是这个是可以自有挪动的 嗯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们就是单独调亮度对比度的话他是他在哪个图层上面是作用于哪个图层就是我们操作的时候我们可以 嗯不管他是选中哪个图层都可以点这个点中了以后就是在我们操作的那个拉到操作的图层上面就行了是吧 对但是一定要区别就是他这个亮度对比是吧你看我这左边有是有一个检求的一个镜头的这个检求的镜头就是表示他指定只作用在紧挨着他下面的这个图层 但是如果我们按住鼠标我们左手按住Alt键如果点一下他点在他这两个图层直接点一下他就会取消那么这个我把这个我把这个多余的这个算掉啊看现在这个转折的镜头没有了这个那他这个亮度对比度这个他就会对他下面所有的图层都发生作用 就是包括这个图层和这个图层他都会产生作用 但是我只想对背景我不想调这个人物我只想调这个背景的也亮度和对比度那我就按住Alt键点一下他他就有一个转折的一个小镜头其实就是一个 剪切的一个剪切模板的意思是针对这个图层发生作用就后面你你下面再有没有不管你是有还是没有还是有多少我我都不管我只管挨着我下面的这一个 然后这个也可以出来用鼠标Alt键来点击这样修改之外还要点这个点属性这里面有一个有有有有一个这个 当然这个属性里面一定首先一定要先选择是谁的属性我当然是这个亮度对比的属性那我就先选择他然后再点这个属性然后在这里面有一个属性里面有一个属性的 啊亮度对比度我就可以调整然后你看这个其实这个人他的亮度和对比度没有发生作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啊然后在这里面点一下他啊就是跟我刚才说的那个Alt键是一样的作用 啊就是这个啊这个应该是在后面说的哦今天的说的是本来想说的是另外一个方法但是很惭愧我没有准备好 那因为时间原因我有不好对细细的研究我现在就在跟大家说啊 啊惭愧惭愧啊然后我我我把它亮度比如说就是升级它升级它就是可以编辑啊你想调亮就调亮想调案就调亮亮度就是它的整体的明度就是你作用范围内的明度啊对比度就是明暗的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啊你像这个 就是相当于本来他默认你现有的是为零的就是你原来是什么他就是一个默认的一个零值就是你没有改变他自己 我改变他之后那我向右这个地方是一个正值正值的话是正数值的话就是加强对比就是就是你这个背景暗的会更暗亮的地方会更亮 他形成一个对比比比较强烈呃然后如果是负数的话就是这个他会减弱这个对比就是说暗的不会那么暗的然后亮的不会那么亮的他们之间的那个明度会趋向呃会去会趋向比较统一不会那么鲜明不会那么强烈对比这个亮度就是整体的一个明度啊这个就是这个啊那比如说我也把它调亮一点啊 呃背景对比度也调高一点啊这是一个这个啊常规没做好准备 然后呃同时好我们现在刚才扣出来是这个图层啊呃是通过再入选区我们弄了一个选区之后然后呈出来这个选区然后现在这需要他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随时把它调出来的那比如说我不可能再重新去扣这个人物啊假设我没有扣出这个人物图啊比如说在 在这个图层里面我没有扣出这个人物那我其实在前面已经有承入这个选区了我在选择里面啊我重复我重复一下不好意思因为我怕我前面有点乱我怕没讲明白我因为我前面已经有承入了所以我现在是再把它再入进来就是因为我前面有给他命名所以就是Z其实这里面点击了也他选择的是新店选区然后确定啊他这个以前扣过了这个选区是可以 然后需要的时候又是可以把它调用出来就不需要你重复再抠了因为有可能后面需要用到啊就是提到有一点好现在哦我把它取消然后是这个我现在要单独最对这个人物我要单独对这个人物我想要哦哦哦把这后面都关了嘛我现在想要把这个人物 我只想要对他的衣服衣服调调调换个颜色吧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选用这个对象选择命令啊有任何问题大家都直接上麦提出来哈有时候我没有及时看到麦惨愧啊然后然后大家然后就看这个是只选他的衣服的话啊但有些地方没有选到啊 我们就可以即时地把它给修一修修一修修一修或者是哪里有一点不平整啊啊这个我们可以自己用也有这个命令啊就用这个套索或者多边形的啊然后有图片呢可以跟着一起操作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即时地交流沟通哈啊啊不好意思今天没有准备好 那我现在把这个衣服啊选择啊当然他的还衣领着他衣领着我还没有选择 啊这个衣服的选择完之后呢啊那我就可以对他也是同样的呃也然后也是进行一个操作就是创建一个新的呃 呃田中突然但是我是要改变颜色改变颜色的话那我们就选择这个摄像保护度啊这个调整突然啊 啊同样这里面也是点下这样的话他就会啊不好意思 同样的话他就只会针对这个这个啊也同样也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那个箭头也是一个简贴模 他就会针对刚才我们选的这个区域因为我是穿的这个范围然后再去点这个的再去点这个啊啊也许我的问题是出在这儿 我因为我是先选择了这个衣服的范围然后再去点这个摄这个摄像保护度所以他后面的这个这个地方是他的蒙版就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蒙版啊这个蒙版里面啊不好意思啊 看能不能放大一点啊对按住auto键点击这个蒙版我们就进入了这个蒙版这就是我框选的这个范围他把它弄成一个简贴的蒙版这个蒙版的意思就是 蒙版的意思就是黑色的是不可见的也你不可见也就是不可作用的范围就是你不要管他黑色的这通通都是你不要的你不要看看到他你也不会作用到他 然后这个白色是我们要作用的范围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范围所以是呃这个虽然是一个摄像保护度 他只尊呃他只尊呃他只会在这个蒙版的这个白色区域范围内产生这个摄像保护度的调整呃他就不会是整体对这个人这个人还有皮肤还有裤子还有鞋子 我们现在只是针对他衣服这一块调整他的颜色所以他就这个蒙版是一个很好的作用他不会损坏他不会去不需要我这样的话我不需要把衣服单独扣 我只需要在这里面弄一个紧窃的蒙版然后弄一个紧窃的蒙版就会作用在我指尖的区域内啊这就是那个紧窃蒙版的作用啊然后我们现在回到那个回到这个呃回到这个调整摄像啊这次就是那个摄像保护度的调整图层松低他啊这就是出来他的属性调整啊他现在是一个浅蓝色的 哦可以给他给他换颜色哦 就是可以根据大家都可以看到是可以调整他的颜色包括保护度 保护度就是那种颜色的那种浓烈啊强烈的那种程度啊当然你看一开始默认的都是你啊啊是用直接上麦请讲请您讲 老师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呃从属性这调出来的这个颜色跟在图像里头那个调的那个图像里头不是有个调整吗 跟那个调整个颜色是一样吗是这里吗吗呃上边左上角文件编辑图像呃图像里头有一个最左上方最左上角 哦是还有呃图像里头有一个图图像里头有一个哦是哦也有一个那个 他他他那个不是刚才不是我们选中那个衣服啊对我们选中那个衣服有有有一个选区的时候从这个从这个图像那个调那个亮度对比度跟这个从属性这里调出来他是一样效果吗 他不是一样的他有一个区别我呃等我等一下 是在图层里吧对对的调整调整调整里头应该是在图层里吧 图层调整里头对对图对图像图像图像调整图像的调整颏颏额对哦是这个对吧 他其实是不一样的 他这个点我我下次我下次课 我说我我来说一下 但是我现在是忘记了 我记得我前天还看到这个 他们这一点点是有什么区别的 是有一个是有区别 那个点是比较威信还是什么 我我下我下这个我弄清楚了 好的 不好意思 好好 男人老师 很惭愧我没有准备好 我自己也没有记住 sorry 然后这对 这里面就是根据自己的医院呢 你调整他的明度啊 浅一点深一点暗一点 就是调整这个 弄一个衣服调整 换一个颜色 然后这个 然后这就是他的裤子 那么这裤子的话 那大家肯定是觉得什么样的方法弄他最好 如果是用这个快速选择这个方法的话 而这样我还一点点的去选 还一点点的去勾 就甚至我还会把他里面的衣服给勾出来 这样子的话就其实是不太方便了 那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当然也不是对象选择 对象选择 当然是对象选择 但是如果我们是用矩形选择的话 然后大家看一下 他其实会把手 还有我们不要的鞋子都会选上去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 这里面有一个套索 就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选择是套索 我依然还是这个对象选择 只是一个大概啊 因为这个是不需要很精 不需要很精准 这样一下啊 对 你看我这样一个大概之后 他会自动判断你 你其实是不要鞋子不要手了 他就会 他就会比我们刚才的那个方法要进度 我要好多了 然后我们在他的基础上 再来修改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 就是那个一个矩形框和一个 就是这个矩形框和套索 他们之间区别 这个套索的话 他会 比如说像这种情况 他就会直接的 就会把我们可以排除的范围 有一个 他会帮助我们电脑进步的缩小 那个 那个智能判断的范围 矩形框的话 他会把周边的鞋子啊 手啊都框进去 这样是进步的进步的提高这个精度 然后我们针对他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 这个我是还是在这个人物的这个图层里面 然后同样的如此 我现在是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 还是选择这个吧 选择这个摄像宝度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同样也是针对这个范围 然后是在这里面 然后就是会把了裤子的颜色 然后就会把裤子的颜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师兄 对我没有把裤子弄出来 其实我今天讲了本来不是要讲这个方法 因为后面模范是一个专题 太常规了 谢谢大家的冷心上安慰 谢谢大家 很不好意思没有准备好 很常规很常规 感恩周围 公众周围 感恩大家的慈悲包容与接受 莫学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